苹果公司作为全球科技行业的领导者 其品牌价值和全球影响力都不低 但苹果公司的产品并非全部由自己生产 相关零部件和服务由合作伙伴和供应商提供 为了保证产能和自身产品的质量 苹果公司对供应商的要求很高 供应商也会发生变化 但现在有意将位于大陆的3000台产能转移至印度 同时13家中国厂商被迫退出水果链 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麻烦未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苹果公司近年中国的发展 我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美国的恐惧 因此美国对我国发动了贸易战和技术战 导致当前中美与科技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技术和贸易 在我国科技型企业高压实施美国的情况下 我国部分企业尤其是华为的市场份额受到了巨大打击 然而美国公司苹果公司却趁机占据市场份额 谋取市场利润 华为公司曾在2019年强势上涨 将苹果在我国的市场份额缩减至8% 其产品的竞争力大不如前 另一方面 苹果公司在此期间仍保持正常发育 据相关数据显示 2023年一季度 苹果公司在中国的市场份额飙升至20% 这意味着苹果公司在我国手机市场占据了大量销量 即便如此 苹果公司似乎想要吃饭杂碗 与苹果公司相关的大陆的3000万产能可能会转移给印度 也许是中国的反制裁措施 美光的产品因为安全问题在某些领域被禁用 让苹果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个 如果苹果的产品被禁止在中国市场销售 苹果12的供应商也被要求不得供应苹果公司 这将严重影响苹果公司的市场技术地位价值2.79亿美元 大陆转移3000亿产能 为了减少这种影响 苹果近年来一直在准备将产能转移到印度等地区 并在印度建立了工厂 虽然苹果公司的领导人库克在3月今年访问了中国 但他表达了对中国市场的乐观态度 并将继续投资中国市场 但是苹果从未停止向印度转移容量 根据苹果的计划 2023年将在印度实现下一代手机部分颜色的组装生产 2024年将增加印度的苹果产能移动电话达到2000万部 富士康从2007年开始为苹果处理手机 随着苹果在手机界的崛起 富士康也名声大噪 逐渐发展成为苹果公司的独家代工工厂之一 在美国向印度转移产能的过程中 富士康自然选择在跟随占据主动 不管是否有大陆的支持下 富士康是如何赚到大钱 甚至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制造商的 吃水不忘挖井人这个道理 郭台铭估计也不是很明白 郭台铭还公之愚众 在给大陆赏饭吃 随时可以从大陆撤离之类的当场说的 无疑不是挑衅大陆 为了显示富士康在跟随苹果公司 富士康至少投资20亿美元在印度建厂 未来打算转让至少3000亿美元的生产能力 从大陆到印度 富士康的高广还表示 印度应该变成富士康的新超级铸造厂 印度应该在未来至少提供10万个工作岗位 富士康是这样 苹果公司的方法更直接 此前 34家中国供应商 踢出直接融入了自己的产业链 在2022年苹果的更新供应商列表中 来自大陆的13家供应商再次由苹果公司踢出链接 其中台湾省的台药科技和科家在2021年才开始供应苹果公司 仅仅过了一年多就被苹果从产业链中踢除 值得注意的是 日韩中苹果的供应商名单几乎没有变化 在某种程度上 这也意味着苹果可能只是想与中国供应商进行脱钩 我们需要做什么 在苹果公司之前突然停止与一些供应商的合作 导致欧飞光一度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今年一季度还没出来 净亏3.58亿 甚至濒临退市 针对这一现象 央视层发出呼吁 呼吁中国企业减少对苹果公司的依赖 将经营多元化 而不是简单化 避免因苹果突发事件对自身经营状况造成严重损害 损害 有人可能认为 即便如此 中国大陆的供应商仍占苹果供应商总数的26% 仍是苹果公司供应商的主要来源 但要知道 苹果核心配件的供应商主要是美国 日本和韩国 三星和SK海力士等一些韩国公司为苹果公司提供内存 闪存和屏幕 日本索尼等提供相机 台积电提供A系列芯片等 但是 的制造商12大陆向苹果公司提供不含技术含量 附加值低的配件 这意味着这些代工产品的可替代性非常高 如果印度在富士康和苹果公司的支持下建立完整的产业链 中国大陆的49家苹果供应商可能很快就会被取代 因此 为了防止欧非光的错误 这些企业应该将自己的产业多元化 就像他们可以为苹果公司代工零件一样 也可以为其他主要手机制造商提供零件 拓宽自己的业务 销售市场减少对苹果市场的过度依赖 同时 要进行自主创新 无论任何时候 我们都不能放弃对自主研发和创新的投入 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后 或许可以创造出更具竞争力的产品 产品和技术提升市场竞争力 还需要积极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以降低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 就像苹果和高通的合作一样 虽然苹果也想自己研究基带芯片 但是高通拥有大量的基带专利 也就是说 即使苹果想进行基带研究和发展 它仍然要配合苹果 所以高通是苹果的独家OEM芯片 无论在什么时候 只有提升自身实力 积极发展 才能保证自己的市场份额 才不会因为合作突然 被合作伙伴中断而无所适从 关注我 了解更多国际时事 感谢观看